和良俊 和良俊 而不应该过分的客观 另外 他认为语句 就算是稍有欠缺 也要恪守应该有的音律 他的主张虽好 但有失偏颇 本来和良俊受人推荐 到南京的汉林院做了恐怖 但是在仕途上却不得知 于是学神附体 在家中刻苦读书 写书 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方 但和良俊大概是学得走火注魔了 自称自己和冲周 王维 白晶一等人 都是好友 还将自己书房命名为四友的宅 看着苗头有点疯狂 所以小可爱们在学习的时候 质量最重要 千万不要过头